最近咖啡文化盛行 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见到咖啡馆的踪影 机制的商家也纷纷为自驾的咖啡馆设定主题 吸引消费者前来消费 或者是拍照打卡 享受悠闲的时光 中国上海就有一家专门为爱狗人士 开办的科鸡犬咖啡馆 让客人边喝咖啡边和狗狗互动相当温馨 可爱的科鸡犬在店里到处游荡 有些更是穿着有二维条码的工作服 扮演服务生的角色 顾客只要用手机扫一扫二维条码 就可以点餐了 除了把整间科鸡馆粉刷成粉色以外 这里供应的食物都是以科鸡为主题 像是以科鸡臀部形状制作出的麻枝 可爱讨喜的形状还真让人舍不得吃 因为像我们开店也有一个初衷 就是我们想给那些想要养科鸡 但不能养科鸡的人 可以有这么来一个 可以更多跟科鸡接触的地方嘛 有人说狗狗能让人心情变得愉快 也能够疏解压力 所以科鸡馆常常门庭弱势 就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喜欢小动物 所以就喜欢来这种类型的咖啡厅 一是觉得跟他们玩很开心 因为自己本身并没有在养 而是觉得很减压 就可以摸摸他们 就很舒服 目前店里有14只磁性的科鸡犬 据了解 磁性的科鸡犬比较温逊 不会时常打架 这家科鸡馆不只是爱狗人士的 休闲场所之一 也为借了一些没有能力养狗的人 让他们有机会和狗狗近距离接触 NTBC综合报道 这只要29斤了